以德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如果翻到的话 请听我来念 以德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神的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奋败的心情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了 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信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几样必将你们疯疯复复地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一起来做一个早上 现在让阿高天父 我们在这个清晨的早上 今年的第一个崇拜里面 我们来到你面前去仰望你 就在这个时候 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心中有黑暗的 暖弱的人都被自己亲自的出国 让我们现在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祝福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 这样祷告 恨不出耶稣的名求 新年的意义是什么 新年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论你去年是怎么样的生活 可能你遭遇了一些的困难 你的身体有一些的病痛 你需要你特别照顾 不过这已经过去了 那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今年我们教会 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教会将也会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就是 进入应许得胜的生命 这是我们为今年所设立的一个主题 进入应许 其实跟得胜的生命是一样的 当我们进入了应许 我们就是得胜了 得胜的那些 就是可以进入神应许的人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 我们会通过四个方面 去思考一下这个题目 我们会从最开始第一季度的 塑造基督的品格开始 然后接下去会有 活出合一的建政 建立荣耀的教会 宣扬永恒的活动 所以这四方面 是我们今年要着重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前面那两个字 就是塑造活出建立跟宣扬 这是我们的方向 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通过这四方面 可以在神里面我们有深的体会 跟深的领受 新年总是好的 因为它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不过心里也可以是我们有新的挑战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自己谦卑地在主面前 去迎接主给我们的挑战 让我们可以靠着主 可以得胜过一个风风复复的一年 那当我们讲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我很自然地就想到 在耶稣他的一生里面 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来是要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应许 所得到的应许 就是神要赐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 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 不是我们以前的生命 而是一个带着应许的生命 这个应许就是让我们要活着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应许 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丰盛的生命 而在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靠着主 可以在今年里面去得胜 那今天我要着重的就是在建立 塑造这个基督的品格这方面 那彼得 刚才那段的经文其实就是教导了我们 在我们信息以外还要建立 我们需要的基督的品格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努力去赚取很多的事情 可是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努力得不到的 就是生命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 可以得到生命 生命是赋予的 是别人赋予给我 像我们的肉身生命 是我们父母赋予给我们的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也是神赋予过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份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表现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所以重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大能的显现 所以在第三节呢 他说神的神能 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全的事赐给我 所以在神他显现的能力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重生的大能 可以让我们以过去的生命 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格 在那一点开始 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是神赋予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显现 而且这个封命是带着应许的生命 因为彼得在这里 他讲到这个是一个有应许的生命 而且这个的应许 它是用一个特别的形容词 来形容这样的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什么 又宝贵又极大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一生里面 有没有人向你许过洛言 有没有人应许过的什么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世代 很多的应许已经没有价格 或者不值钱了 为什么 因为做出许洛的人 或做出应许的人 他毁约或者是违背他的应许 所带来的后果是小的 当那个后果是小的时候 他的应许的价格比小的 可是在这里 彼得告诉我们 神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招王的人 所以神是把自己的名声 他的名誉 放在这里 放在作为押金 所以他的应许 是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 这个是什么应许呢 就是在第四节那里 告诉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世上的情欲跟败坏 会一点一点地禅食我们的生命 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而神却把我们 从这个过程里面转回来 使我们可以有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新的生命 是要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 让我们跟神可以永远地连结 是带着我们一步一步 进入他的勇气 一步一步地进入 神带给我们的永生 那我们知道 当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到 自己人生的晚期 他已经预言到 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很快地就会被我们遵循到 所以我们知道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 已经很快就会来临了 所以当我们去回顾 彼得的一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彼得是有一个很不样的人生 如果用一个词 来总结他的生命的话 我觉得可以用改变来总结 彼得从一个渔夫 变成了一个神所托福的牧者 他以前只有激情 他很冲动 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稳住承择的人 他曾经三次不认 可是到他临终的时候 他决心要为主而死 并且他不肯接受 并只是钉在十字架下 他是到底是以下而死的 所以我们看见 彼得的人生 就是一个改变的人生 彼得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 神改变最好 最典型的一个律 那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神的改变 所以在这里 他特别地强调 对他的信徒 在他民终时候 强调他们需要改变 改变他们的心怀 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改变他们的心态 如果不改变的话 他们就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当你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 只有我们向前走 才能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在第五节那里 他特别地讲到 正因正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心情 这缘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在于神性情的人 我们是跟神连接的人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 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 当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学校里头 就会被老师罚 那老师的惩罚 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不能接受 就是要见家长 每一次要见家长 我就知道完了 完蛋了 这次 老师可以罚我 罚战 让我 罚我 抄 黑板 抄 做了很多的事情 老师可以打我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 让老师把我的家长 赞到的角色 并不是我害怕 我回家会再被揍一顿 而是我很不想让我父母在人的面前丢脸 当这个家长来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面目无光 我觉得我父母也会面目无光 彼得在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分外的心情 并不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仰 而是我们会让神蒙羞 我们会在神的面前蒙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并不是说我们会影响或者增加或者减少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永远是在这里 但神却会因为我们的行为 会借助我们的行为 借助我们所做的去荣耀 我们是荣耀的出口 是神荣耀周点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如果我们只是过着一个普通的生活 普通的人的生活的话 但我们没有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形象 但我们就恢复了神的荣耀 所以在这里彼得特别地强调 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 要跟蒙招的相称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特别地要着重这几点 这几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特别要殷勤做的 就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来 他所讲到的 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那彼得在这里仿佛是说 在信心以外我们还要做出一些事情 那他这里列出了七样基督徒所需要具备的行为跟品德 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的起点 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信心的起点上面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进去 去不断地去努力去建立基督为我们所预定的这种品格 那这给他列出了七点 不过在没有详细去看这七点之前 我想稍微地提一下 就是这段的经文可能会被错误的应用 那第一个被错误的应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是用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 可能是用在我们太太的身上 或者我们先生的身上 或者用这种经文去衡量 我们教会的牧师 长老 执事 小组长 但是就是不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这种经文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去衡量我们身边的人 而是要我们自己去省谈自己 看看我们在哪一方面还没有做好 那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也不要跟其他人去比较 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他的脾气很好 可能他很有耐性 他生活非常有节制 不过这个很可能不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 很可能是跟他家庭的背景有关系 跟他成长过程有关系 他可能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成长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的背景 我们的来历都不一样 我们所教育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比较 所以有人说 当一个人 当一个杀人的强盗 他有一天会感 他不再杀人 这样的行为 跟一个愿意为自己朋友而牺牲的人 其实这两个人 在神的眼中可能都有同样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我们旁边的人比较 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 去看看自己在神面前还有哪些软弱亏欠的地方 那我们就按着神给我们的教导跟代理去行就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里讲到了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 那每一次当我们看着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到底这个信心跟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常常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常常提到我们是因信称义 但是在这样的经文里面 或者是在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信心跟行为之间 我们除了信心以外还需要有行为 那到底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呢 还是因着行为得救 所以这是一个一直争辩的问题 那我想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详细地去解释 不过我想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的一个人 他因为跟当时的天主教起了冲突 而最大的冲突的地方 就是他认为我们的信 我们的得救是因你的信心 而天主教他们认为除了信心外 还有其他各样的东西 包括一些他们所设定的秘密在内 所以在这个争辩的当中 马丁路德就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他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Just tation by faith alone But not by faith that is alone 那如果中文可以翻译成 人是唯独因信称义 却不是因着单独的信心称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信心 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 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真空 在真空状态下存在的东西 当一个信徒他有这个信心 他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自然果然地需要做出一些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带给我们一些的改变 所以他不相信一个信徒 从他接受主这一天到他死这一天 他是任何改变都没有 如果一个信徒在信主到此之间 任何行为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会怀疑 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错了 并不是信心 并不是我们得救的 信心是我们得救唯一的确局 但是信心并不是我们得救唯一的表现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品格的建造 就是我们信心所发出来的这种表现 所以在这里 彼得特别地强调 我们需要是活出我们的信心 信心只是我们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要建立基督的品格 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要我们学习的 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七个的品格 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表示说是真的或者是一个假的基督徒 并不是说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或者是另外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伪装的基督徒 或者是一个假扮的基督徒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那个authentic 就是那个真实的真正的意思 就像在美国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中国人开的中餐馆 但是很多这些中餐馆 其实是为老美开的 这些的中餐馆 我们不会去吃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不会去吃的 因为那里没有卖authentic Chinese 正宗的中餐 所以我们要去的是一种正宗的中餐 所以在这里 彼得说 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只有在这个信心的层面 我们需要在上面建造 我们需要在上面得到更深的进度 弟兄姐妹 你可能已经信徒很多年了 你可能很小就去教会 或者你在教会也听过很多篇的讲道 你也学习过很多 甚至你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饰 但这些都不代表 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我们信心的层面 最重要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又没有被神接过 所以我们的生命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永远 我们的生命的好坏 这衡量永远是看我们有没有结果 我们结什么样的果 所以耶稣说 好数不会结坏 坏数不会结好果 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神的生命的话 我们一定会结出好的果 前几天我在一本的杂志 举顾的杂志里面 看到了一篇的文章 这一篇的文章的题目 我觉得挺特别的 它是 题目叫做 老的中医还是老中医 老的中医还是老中医 那 他就讲到 他这个作者的岳父 他是 一位退休的工程师 那他的朋友之中 也是几位退休的工程师 那其中有一位呢 他对中医很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去自学 去做中医 那竟然 他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开业 自己开中医馆 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中医馆的生意很好 那他们这些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他 那他就告诉他们的秘诀是什么 因为他的头发是苍白的 他的头发 他看上去 像一位很有经验的中医 所以他的朋友就说 那你是一位当入门的老的中医 而不是老中医 老的中医就是年纪大的中医 而老中医 老中医就是经验丰富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人 并不是看我们在教会多长时间 或者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了多久 或者是我们的年纪有多大 我们的年纪 不一定代表我们的阅历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也是需要 不论你是新的基督徒 或者是老的基督徒 我们一样 要在神里不断地长进 希望神带着我们 让我们可以度过自己的困难 度过自己的软卧 所以我们今年就希望大家可以在基督的品格上面去建造 让神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进步的话 我们不因勤去努力的话 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懒得 在这里他讲到 我们懒得以致我们不坚 所以并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什么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 他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的条件去建立基督的品格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就求主连离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新的开始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去因神而做出改变 因神而做出一些的调整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无论你是新的接徒 还是老的接徒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起步 可能已经有很好的品行 像在这里所说的 你已经有了品行 你已经有品格 你的品格可能得到很多人的表扬 可能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可是你很可能 对圣经的认识 或者对神的认知 仍然非常的肤浅 你可能跟刚信主的时候差不多 你需要改变 相反的 你可能对圣经的知识 认识很多 你也看了很多的书 上很多的课 可是你在生活上面却没有节制 你可能在生活上面 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 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需要改变 即使你生活非常的严谨 你的生活上整整有条 你做事也很有条理 可是你可能很不能接受你身边的人的过错 你很没有耐性去包容这些人 在你身边所犯的错误 你希望每一个人最好就像你一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也需要改变 那即使是你很容易包容人 你很容易爱护你身边的人 可是你对于自己的罪跟自己的过犯都是很容易包容 你没有认真的去对付过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软弱 生命里面的一些罪 而你认识你生命的罪去侵蚀你的生命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也需要改变 那即使是你是过一个净前的生活 你的生活上面 你都是按照主的教法去做的话 即使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可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可能没有去害护你身边的人 你可能只是自己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就满足了 而没有去照顾到身边这些有需要的人 当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 你没有伸出还手去把他们搀扶起来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也需要改变 那即使是你是教会里面最有爱心的人 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们 去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帮助 你也不在乎金钱跟时间摆上 你去帮助他们 可是即使你这样的人的话 你也需要改变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还没用神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人 你没有爱你的仇敌 你没有爱曾经伤害过你 或者是众死过你 或者是欺负过你的人 你没有用神的爱 你没有用神的爱去爱你身边所有的人 如果我们在这几方面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在哪一方面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在哪一方面的看法到上去 所以我希望在2013年2014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改变 让我们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 有一个不同的体现 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 2013年跟2014年没有什么分别 只是数字上的差别 但如果2014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 那2014年对我们来说就是新的意义 因为它会展现一个新的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里面 让我们去看主耶稣给我们的带领 让祂给我们的光 套量我们的生命最黑暗的地方 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 在他们的人生里面 对于他们来说 信仰永远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 不是一个停止的状态 一个是不断继续往前的状态 在保罗也曾经说过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 只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一点像的标杆之后 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在新的影远里面 一起去努力 在这里我们一起去建造我们的人生 建造我们的教会 建造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建造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让他全量祂的活力 好 密集长 千万拜祝 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我们愿意在你 眼前立下心去 求祢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生命里面 还有哪些地方 需要被你塑造 我们就愿意把自己 教育在手里面 求祢去塑造 让我们今年是一个不一样的影远 是新的义 因為今天你要在我們身上有新的恩典、慈祥 我們願意在這裏復復地接受你的代表 求助你保守代表我們眾弟兄在這裏 做地下的信職 求助你監察我們的心 教導代表我們 讓祷告奉主耶穌的事情 Amen